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关键事件 在整个案庭当中 包括川普本人 检察官 法官 川普的律师 以及状告川普的 核心证人 明星证人川普原来的 私人律师和那个妓女 在这些关键人物当中 最关键的是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布拉格 在所有关键人物当中 只有他一个人是黑人 只有他一个人是黑人 那他是曼哈顿地区的 第一个黑人检察官 他说是去年上任的 我印象中是2021年上任的 我印象中是2021年上任的 他接的小万思 这个前后的故事是这样 那川普的悲剧 整个这次混乱的悲剧 起始于2020年 中共病毒 接下来的是黑人命贵 对吧 黑人命贵 黑人命贵的过程中 这个小万思 在有关川普的 这个有关税务问题 他在最高法院打赢了 大概七八月份 他就 六七七月份 他就拿到了三百万页的 川普的账单 结果过两个多月之后 他辞职 他说我不干了 退休了 我忘了是2020年 还是2021年 所以时间是这么定的 是那个人来了之后 小万思 本来是追捕了 追了川普三年到四年 结果他看完 他得手之后 他不告了 他回家了 走了 这个布拉格来的 所以在当时黑人命贵的故事 和川普大选出现状况之后 被盗窃之后 小万思 这个布拉格 是不去take这个case 就是他不管这个case 他认为这个case不可能的 结果转了一圈回来 那么到现在呢 害川普的所有手法 基本上都圈零的背景之下 他又出来了 又把那个原来的case拿出来了 所以原来的case是2015年 2016年 这个女人的case 他又给拿出来 七年之后 他给拿出来 发力的时间是2016年 现在是2013年 2023年 七年之后 他给拿出来 他告川普 所以这是一个 从川普开始竞选总统 然后到今天 他认为美国最后一次竞选了 2024年 这次如果他选不赢 美国就完蛋了 这么一个圈 圆了吧 结果黑人命贵 2020年 又一个小圈 圆了吧 整个case里头 这是唯一的一个黑人 而关键的原因是他干 很多朋友不信命 其实你解释不了 你给我拿科学解释 你只能说它是偶然的 对不对 你没有任何 说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你们家谁不是偶然的 我们家谁不是偶然的 他们家谁不是偶然的 这地球上没有俩东西是一样的 因为时间永远不会碰头的 时间的流动永远不会碰头 时间的流动不会碰头的 我刚才手指在这再指 再回它回不来了 那时间过去了 时间永远不碰头 哪有什么偶然的 一切都是命运 可能朋友 我希望朋友能听懂我说什么 时间不会回头 它是单行线永远不回头 就没有偶然存在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 是极端邪恶的 他的邪恶 就是用偶然性跟必然性 摧毁了人们的神性 摧毁了人们对命运的尊重 但它是假的 但你就信 因为你读书是什么读的 然后你就成为了骗子 因为你可以用任何偶然 退卸责任 不认为你是骗子 人说他跟你老骂人 不知道 什么时候骂人了 什么时候骂人了 不知道 这就是这个故事本身 有时候我们讲这些 我觉得是非常 挺感触的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 中间这个case 这是左派媒体报 对很多朋友 这个新闻会非常狂热 对很多朋友 是觉得很有意思 川普会出 今天会出庭 一会儿会出庭 11点 现在大概10点 刚刚快11点了 那然后呢 讲了川普本身 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遭到刑事指控的总统 他否认了一切 然后川普会面临的一些 法律上的纠纷 而内容都跟2020年 美国选举有关 第二个就是布拉格 布拉格是 第一个黑人 曼哈顿的法官 他进行了长期的 上任时长期的调查 他一开始是放弃的 那后来他就又 又转过来 又捡起来去攻击 那而他现在面临着 众议院的共和党调查 他办公室 不会被众议院所恐吓 第三名是法官 是代理纽约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是代理法官 他处理的极其非常瞩目的案子 而处理的案子都跟川普有关 所以这就是川普的故事 监督了川普企业的 叫刑事税务欺诈案 判了他财务主管 而且主持另外一个 是他在主持班农的案子 还有一个2009年 当时他在告 他在告诉川普的 企业的律师 如何如何 所以我没有理由相信这位法官 有偏见 没有偏见 这是川普的律师讲 科恩 川普的私人律师 是反目者 那有关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这是 这个就是整个这个case的中心 2018年 科恩认罪判三年监禁 原因就是说 他跟支付妓女钱财有关 然后川普的律师 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前美国助理检察官 布兰奇作为首席律师 而布兰奇曾经多次代表过川普的案子 川普朋友和川普的案子 另外两个人 一个是苏珊 还有一个就乔 塔克皮纳 塔克皮纳是比较有名的 苏珊就没有太提到 那川普 塔克奇纳呢 之前就代表过小川普的太太 一些相关的案子 那他自己还还涉及到一些 对川普的否则 这个所谓的一些 诽谤案 第四个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妓女 那妓女呢 说科恩给了她钱 为了保持沉默 她是个妓女 她是个成人电影的 拍成人电影的 然后她最后 她曾经说到这么一句话 她说她完全意识到 作为一个色情明星 来状告川普 迫使川普美国总统来自我辩护 这是一件极具疯狂的事情 妓女的疯狂 成人明星的疯狂 女人的疯狂 大家想 看看马路上 看看晚上12点 看看歌厅 看看桑拿 看看洗头洗脚 这是美国的故事 一个记忆 一个黑人命贵的故事 美国总统不被尊重 美国国家不被尊重 美国宪法不被尊重 美国法律不被尊重 一个人聚集了国家 一部分人 以仇恨的方式在表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